今天是圣诞节啊 那圣诞节我就要给大家唠唠学生了 老学生 出版学生 讲道理啊 老学生在一将成名系列里面 算是一个没有什么人气的边缘人物啊 设计的很失败 很别扭 破决 当你使用杀对目标角色造成伤害后 你可令该角色摸X张牌 X为其体力值且至多为5 然后其将武将牌翻面 对 简单来说 就是杀正人 让人家翻面加摸牌 首先这个技能正儿八经 是对照着曹P来设计的 人徐胜确实是江东铁壁啊 百里一城 贺退曹P男中雄师 不是跟嘻嘻哈哈的 所以一开始徐胜这个武将设计的主要目的 就是去克制曹P 那到底克制了吗 答案是还行 但克制的不狠 曹P把徐胜的队友翻掉 徐胜可以杀队友一刀 再给他翻过来 这一套看似行云流水 其实很蠢 连曹P又不是不能先翻你 你也不一定有条件去杀队友 在克制曹P这方面 还不如后来改版的徐术啊 所以徐胜杀队友让队友翻过来这个能力 其实发挥不太出来 那这就只剩杀敌人了 那杀敌人这个出版破军的生效条件 是需要杀众人的 那杀众人这个限制就很大了 三国杀哪那么容易杀众人啊 你一回合就一刀还不一定有距离 还不一定有杀 那你凭什么杀众人啊 那就算你杀众 你让他翻面是翻面的 还要摸牌啊 杀众一个四血武将掉在一滴血 对面直接翻面摸三啊 让人家直接发动一次聚首啊 可现在这个环境 一个四血武将翻面一轮 你给他摸三就摸三嘛 封死他的回合 让他不能动明显更重要 但当年那个环境 可没有那么多回合内武将啊 你杀众让人家翻面摸牌 人家不赚 但是人家亏很多嘛 也没有啊 你除非连续破军对手 杀众一些残血武将 让人家翻面致死 这很强 其他情况下 你指望用这个技能 去狠狠地限制敌人 不太切实际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技能 它比较克制无国的一些回合内武将 人家为国回合外卖血的 根本就不怕你 那你还破军个灯啊 破自己下军是吧 总之这把技能设计的很失败 没有把徐胜 刚猛霸气的那一面给突出出来 三无杀这边也是看不下去了 赶紧重新设计一个吧 于是徐胜呢 在15年 遥身一变成了一个强命系武将 这个徐胜的技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小宝们 你使用杀指定目标后 你可以将其制度X张牌 X维基体制值移出游戏 直到回合结束 这个技能其实作为一个强命系技能非常不错 它在最基础的强命效果之上有额外的剑数 对把敌人的牌都移出 那你讨久都废了呀 而且这个效果是持续到回合结束的 那这样一来 学生的其他进攻牌 也可以享受强命的效果 不简单 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 你就算搁强命上写一篇八百字的作文 它也终究是一个强命罢了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限制 我们的法子 所以之后在20年 才会出现像戒徐胜这种武将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大军在此 不等修向前进一步 敬请养精续锐